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在宫中住了三日后,我才坐着慢悠悠的马车换回公主府,扶着南风的手走到寝院,已经过了下职的时辰,却空无一人。 泛黄的纸张,书页的毛边,书案上的话本子还停留在我翻过的那页。 一应摆设,与我离府之时,别无二致。 我轻声问南风,驸马回来过吗?回公主,未曾。 那天过后,他再未回府。 甚好,我换来琴师为我抚琴,接着看我的没看完的话本子,预备时使尽今晚看完。 少时蒙难,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说话,因此不爱出门,不想交际,天天窝在寝宫里看话本邮寄打发时间。 如今能缓缓说些,但情绪激动时仍会猴头耿住说不出话,只能用手语表达情绪。 看话本子的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甚至有不少书生为了我的高额赏金发奋创作。 琴师依照惯例为我弹奏梅花三弄。 换了吧,随意弹些什么,只是这曲日后不要再弹了。 是公主。 我沉浸在画本子里的江南风光,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琴声忽然停了一瞬,我抬眸望去。 邵景池静静地立在门口,像一颗沉默的雪松,夕阳光蕴柔和了他灵力的线条。 让他本就风光济月的俊俏面孔显得更加温柔。 公主回府了,不然驸马见到的是鬼吗? 他被我的话噎住,不再多言。 我低头继续看我的话本子。 过了一会,公主怎么不听梅花三弄了,她的话语里仿佛装在了万般情绪。 腻了,不喜欢了,我随意说道。 只有最后几页了,这位名为怀旭的先生写的本子当真好看极了。 这已经是我反复看过的第五遍了。 终于读完,闭眼回味半赏,再次睁眼邵景池人已不知去哪了。 南风仿佛看出了我的疑惑,公主,驸马爷去了书房。 欠人去一趟,让他晚上不必回主院了,我平淡的声音吩咐南风。 这院子他既不想来,那以后就不必再来了。 我如往常一样,洗漱,就寝。 只是坠入沉梦前,我恍惚间下定决心,我不要在意他了。 我们相识于露山书院,那时我突遭巨变,受刺激而失声,他为我自学手语,又帮我再次学会说话。 陪我伴我,护我爱我,即便在我离开后的两年里,也一直在通信。 我始终记得他信中的丁香之上,豆蔻烧头。 为何婚后就走到今天的地步呢? 起初,是花招节。 成婚不久就是花招节,往年都是太子哥哥带我出去看灯会。 去年他成婚了,与嫂嫂新婚燕儿,情正浓时,我自然不便打扰。 况且,我也要与我的夫君一起,便婉拒了他的好意。 只是,回公主,我自是想去的,但今日公务繁忙,眼下我有些急事要做,明年我定与公主同去。 邵景池拒绝了我,我有些不高兴,大过节的,下职了还要去忙,但还是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的,便答应下来。 今日外面人多,即便带了下人,我也不放心,公主自己出去,所以特地请了戏班子,来演你的画本子看,在府内也热闹热闹。 我一听邵景池请了人来演画本子,不禁眼前一亮。 那好吧,本公主就瞧瞧你给我找的戏班子能演成什么样。 邵景池走后不久,戏班子就来了,一行人带着吃饭的家伙鱼挂而入,人多但并不嘈杂。 一起来的还有住在隔壁的武安侯嫡女沈亿安。 巧笑烟熙,美目盼兮,巴掌大的小脸上一双灵动的杏眼,最是惹人喜欢。 他先是板板正正行了个礼,很有贵女风范,只可惜,没一会这闲静的假面就被打破了。 知意知意,大过节的,你怎么在府里请戏班子看,多无聊啊。 戏班子什么时候请都行,花招节灯会一年可就这么一次,邵景池呢,他怎么不陪你出去看灯会? 沈亿安热情的声音和他活泼的性格十分相配。 他是太子哥哥半读,武安侯世子沈雀的妹妹,我唯一的闺中密友,也是为数不多可以叫我闺名的人。 说是有事在身,盲宫悟去了。 他眼睛一亮,那知意跟我一起去吧。 往年我们都是一起的,虽太子殿下不与我们一道了, 但也不用担心,今日我哥哥陪我们一起呢,我求了他好久才肯带我出来呢。 我想拒绝,但有些不坚定,于是还没经住沈亿安吃产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邵景池说的话瞬间抛之脑后,有沈却在呢,不会有什么事的。 长街灯会。 我拉着沈亿安穿梭在各个摊位,什么都要看看,喜欢的就买, 身后的侍女小丝手上身上挂满了我们的战利品。 沈却只是沉默地跟着,手上也拎了几个。 意气风发,风流倜傥的小沈将军,从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只是不知何时变成了这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只是我到底已经成婚了,即便从前相熟,也不方便多言。 沿街逛了许久,有些疲累,便找了个茶楼停下休息。 二楼沿街的包厢开了大大的窗,我们坐在窗边向外望去。 樱花世界春方半,灯火楼台越正圆。 沈亿安叽叽喳喳地说着这里的话,那里的灯,我偶尔回应两句就足以支持他开展下一轮讨论。 沈却则盯着窗外神游。 休息好了,准备打道回府,谁知刚打开包厢的门,就迎面撞见了去忙宫市的邵景池。 他身边有一女子,身穿闭色断枝暗花长裙,娇柔如二月春风里的细嫩柳枝。 我认得他,邵景池的妹妹,礼不上书嫡女少宁。 一行人互相见过礼后,又都坐会了原先的包厢。 隔绝了外人的视线,我沉默不言,说不出话来。 说是去忙宫市,却被我撞见陪妹妹看灯会。 驸马爷不是公务在身,有事要忙吗? 怎么在这里陪妹妹逛起灯会来了? 还请公主恕罪,哥哥不是有意地不陪你的,都是我的错。 胡闹着让哥哥陪我出来,不是故意冷落公主的,少宁做出一副赔罪的样子。 柔柔弱弱的声音,让人恨不能把他拥入怀中安慰。 在场没人吃他这一套,他话里的意思却并不好听,谁不懂呢? 既然知道胡闹。 说明还是能够辨别是非的,只是这明知胡闹,却偏要胡闹的行为,少家好家教啊。 沉默了一路的沈雀忽然出声。 世子此言是否有些不妥? 不过是忙完后陪小妹逛逛灯会,不是什么大事,且这到底是我们的家事,外人还是不要多言得好,少景池出声辩驳。 随后向我解释,公主,宁儿不懂事冒犯公主,景池带她向公主赔罪,且今日只是只是忙完后巧遇,便索性陪她逛了一会。 都是一家人,我又怎会计较呢?毕竟想说的话,已经有人替我说了。 宁儿妹妹只是不太会说话而已,我能理解,小孩子不懂事吗?比我小半年的小孩子。 改日我请黄嫂赐个教习嬷嬷给你,学学规矩就好了,不会说话就好好学学。 诚信而来,拜信而归。 我看得出少宁对我无缘无故的敌意,也生气少景池抛下我陪她。 只是这毕竟是她的亲妹妹,她哄我一路,我也就翻篇了。 第二日,黄嫂赐的嬷嬷就进了少府。 听说少府的瓷器无故摔碎了不少,彻底崩裂,势在清明。 厨时不时进宫请个安,安慰一下思念女儿的老父亲外。 我也跟少景池继续平静地过着相敬如宾的日子。 少宁时不时出来挑衅我一下,给我添个赌。 但每次少景池都紧接着为她赔罪,弄得我有苦说不出。 直到三月底,清明踏青游湖,我提前半月便开始准备当天的行头。 穿得戴的,吃得用的,事无巨细一一过问。 数着盼着,日子终于到了。 我早早便开始准备。 月白色绣织金梅花的乳裙,与之相配的妆容。 头面,还有少景池送我的梅花簪子。 最重要的,与我同色的,少景池的衣裳。 我也想像画本子里一样,与夫君穿同色的衣裳,叫人一看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临出府时,少景池身着一袭青涩长袍,风度翩翩,俊秀非凡。 然而,我给你准备的衣裳呢,怎么穿了这么一身? 回公主,不慎被茶水淋湿了,来不及烘干,便换了一身。 行吧,青涩也行。 郊外小青山,不高的山下有汪湖,湖边的阴阴绿地上,零零散散有些人。 沈亿安正在路边翘首以待,身边有个浓眉大眼的俊俏郎君围着他,急得团团转。 我连忙下去找他,以为遇到了坏人纠缠,都没顾上少景池。 沈亿安见过礼,就一把抓住我的手。 随后,挽着我的胳膊向前走,我们准备去爬山,边走边碎碎念。 知意你终于来了,我都快被这个榆木脑袋气死了。 我想游船不许,我想放风筝不许,就连想吃碗冰酥烙都不许。 我知道了,这就是沈亿安那个我未曾见过的未婚夫婿吧。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摆脱我母亲和哥哥,就想趁着今天好好玩一晚。 结果他一直在这里,这不许那不许,简直要气死人了。 还有,那郎君默默行礼后,就呆头呆脑地听着他一句一句地数落, 见我看过去,就呲牙一笑。 你居然还笑,你到底跟谁一伙的? 安安我当然是跟你一伙的。 那你还这不许那不许。 可是安安你想游的船是花船,想放的风筝是个蛤蟆,还有冰酥烙。 说到这里,他有些脸红,笑声说道, 你,你近日不能吃冰的,我答应了沈夫人要照顾好你, 维护好你的形象的安安,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我去给你买糖葫芦吃吧。 沈亿安的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没一会就又被他哄得喜笑颜开。 我听着沈亿安的笑声,却不由自主地看向邵景池。 我很羡慕。 我也想我和邵景池可以跟他们一样亲密。 我也想我们可以每日说说笑笑,吵吵闹闹, 那样才是生活不适吗? 而不是一口一个公主,相敬如宾。 她躲开了我的视线,向前方望去。 我忽然想到她曾回答我的四个字,君臣有别。 我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沈亿安捏捏我的手,那不是少宁吗? 她怎么被放出来了,真是晦气。 我转头一看,少宁穿着一身轻衣, 和邵景池一样颜色的衣裳。 我有些委屈,有些难过,有些不解。 我准备的月白色衣裳,就要被泼上茶水, 跟少宁穿一样的青色衣裳。 即便这是她的妹妹,我也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少宁主动向我们走过来, 规规矩矩地行礼,想与我们同行。 长嫂如母,她母亲不在, 无法拒绝,好在收起了那副惺惺作态的样子, 倒没那么看不顺眼了。 她走在少景池身旁, 铜色的衣裳,看起来比我还像她的夫人。 明明是她的亲妹妹, 怎么竟如此行事, 这是她的哥哥又不是她的夫婿。 算了,亲妹妹, 有些刺眼,索性不看。 沈亿安就像开心果, 百灵鸟,活力无限, 跟她在一起永远不会无聊。 一路说说笑笑,就到了山顶。 亭中,用过午膳后, 南风为我们端上几杯清茶。 知意,你这茶水中有一股梅花香呢? 真好喝, 沈亿安不住夸赞。 这是我冬日里收集的梅花上的落雪煮的茶。 自然有一股梅香, 少景池喜欢梅花, 我特意命人收集了许多。 公主真是有心了, 哥哥最喜欢梅花了, 少宁说完, 扶了一下自己头上的梅花玉钗。 公主可还喜欢哥哥送你的梅花簪子。 夫君送的, 我自然喜欢。 公主喜欢就好, 这可是我特意给公主选的呢, 上好的工艺制成, 最配您的身份地位。 不像我, 带的都是哥哥自己做的簪子, 远不及您的呢, 又是那搅柔造作的姿态。 少景池没有否认, 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公主自然要用好的, 我不懂首饰, 就让宁儿帮忙挑选。 少景池送她亲手做的梅花簪子, 送我工匠的做的簪子, 其中的含义我不用细想辨枝。 本公主用的, 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然后, 我又讲不出话来了, 笔花手语, 少宁也看不懂, 索性沉默, 不再多言。 尽管这是她的妹妹, 可有哪家的妹妹会像少宁一般, 与嫂嫂争哥哥的宠? 紧接着我就知道原因了。 小青山上, 亭子后不远处有座寺庙, 不算很大, 但香火旺盛。 我们在此借宿午休, 少景池借口出去后迟迟未归, 南风遣人寻找未果。 我鬼使神差地走到少宁房间门口, 正要敲门, 却听到里面传来的质问声。 我下意识让南风清场, 你训斥我, 说我不该。 父亲带你回来的时候说过, 你会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与你同吃同住的人是我, 与你读书习字的人是我, 与你困苦时共度的人是我, 与你欢愉时共享的人是我。 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我, 你爱的人始终都是我。 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 看着我少景池, 你都忘了吗? 他的声音越发淒厉。 赐婚圣旨下来的时候, 我每天夜里以泪洗面, 哭得死去活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 是我朝思夜想的哥哥, 要去娶别的女人, 常乐公主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哥哥。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老天爷要这么对我。 到了白日里, 还要无事发声, 欢欣鼓舞地庆祝你的婚礼, 筹办你的婚礼。 这就像是拿了一把生锈的刀子, 一下, 一下, 又一下地搁着我的心。 疼得我简直要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少景池。 对不起宁宁, 哥哥对不起你, 少景池低沉着声音, 听起来很动情。 少宁冷笑一声, 你说对不起。 父亲劝我放下, 我也曾告诉我自己,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不要再想了, 不要再念了。 你却又给了我希望, 在花招节抛下公主陪我逛灯会, 送我自己做的梅花景子。 你让我怎么甘心, 你让我怎么放下? 我也不想去给公主添赌, 我也不想去说那些酸言酸语, 不想去天天做一个别人眼里讨人宴, 没规矩, 没教养的女人。 不想给父亲母亲丢脸, 可是我爱你啊, 我做不到啊。 我们本该是最相配的夫妻, 可你现在却告诉我, 你爱上他了, 让我放下, 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 你好狠的心啊, 好啊, 我走, 我现在就走。 话音未落, 眼前的门忽然打开, 门里是壮弱癫狂的少宁, 和惊慌失措的少景池, 门外是无声落泪, 被南风扶着才能勉强站立的我。 那日我落荒而逃, 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我让南风带我进宫, 父皇宠爱我。 即便嫁人了, 也与我诸多特权, 可随时入宫便是其中之一。 未央宫里, 还是我大婚时的样子, 我让南风把所有红色的东西都扔出去, 随后关住房门, 谁都不许进。 我在屋内无声哭泣, 泪如雨下。 我想起这些年的日子, 父皇登基前夜, 夺嫡的最后时刻, 成功的前夜, 迎来了逆挡最激烈的临死反扑。 索性都要死了, 奈何不了父皇, 便趁所有人注意力都在登基大典时对王府下手, 都说祸不及妻儿。 但我的母亲与父皇互相扶持半生, 生儿育女, 是父皇此生唯一的挚爱。 骄傲了一辈子的世家贵女, 宠爱了一辈子的皇子福晋, 天资绝艳的一代才女。 挡在我们几个孩子身前, 跪在满是泥屋的地上, 一下又一下地狠狠磕着头, 求他们不要对孩子下手, 求他们放过自己的孩子, 然后被活生生虐杀在我的眼前。 然后便是我和小透明二哥。 父皇和太子皇兄带人赶来的时候, 我趴在母亲的尸体上被狠狠颠打, 只记得刺耳的, 痛彻心扉的凄厉悲鸣。 再醒来时, 我就不会说话了, 木木愣愣像个精致的人偶。 太医说是受惊过度导致失语, 父皇登基, 挤到圣旨下去。 刑场血流成河, 铁血手段让某些人心惶惶不已, 竟纷纷投到二哥手下。 他们以为这一个爬床逼女生下的孩子, 必定受尽主母搓磨, 与我们不是同路人。 既然得罪死了皇上太子, 不如铤而走险, 赚一个从龙之功。 谁承想, 二哥直接脱离战场, 带着我去鹿山书院求学去了。 二哥低调行事, 但一看就非富即贵, 也没人敢招惹, 况且山求学的世家子弟们 哪个没被揪着耳朵叮嘱过。 谁承想, 这有几个傻得愣的, 以为我这个借助的哑巴 是真的因为贫困无处可居, 在我被南风带着出去散步时 来招惹我。 我不会讲话, 南风便大声呵斥他们, 大胆, 而等竟敢冒犯公主, 还不速速退下。 真是笑掉大牙, 大家伙听到了吗? 公主爱, 这个哑巴给自己疯的吗?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你就是个哑巴, 我朝可从没有哑巴公主, 别在这里异想天开了。 不过长得如此貌美, 倒也足以做 我们心里的公主了, 随后便要对我们动手动脚。 你们如此行径, 带我禀明圣上, 定要将你们狠狠治罪, 但并没有用。 邵景池就在这时出现, 拦下了他们的动作。 他众所周知的上书之子的身份, 对这群看起来像地痞流氓的学生 还是很有震慑力的, 他狠狠呵斥了他们, 并上报书院将他们除名。 我很怀疑, 为什么鹿山书院 会有如此品行不端的学生, 二哥派来的人 又为什么没有及时出现, 终归没有出事, 我便没有追究。 邵景池也从此开始在我的身边出没, 我不会说话, 他便用笨拙的手语与我对话, 我很想告诉他我只是不会说话, 但我听得见, 可惜我不会说话, 他还不懂手语。 我爱看话本子, 他便隔三差五给我送, 其中便有我最爱的续先生的书。 我在后山乘凉, 他便给我七茶坟香, 终于他手语学习小有所成, 能看懂我的意思, 他才知道我原来能听见。 于是, 他便给我讲冬天时候山会开满他最爱的梅花, 讲那漫山遍野的红, 讲梅花的气节。 我看话本子时也不七茶了, 而是谈梅花三弄。 我以为遇到了画本里说的真命天子, 失去母亲的创伤, 也在他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慢慢愈合。 我又会讲话了, 只情绪激动时还是会说不出话, 但是还好, 我想,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后不与人争执便是。 就这样过了半年。 父皇稳定朝政后, 想要将我迎回京城。 他说会每月给我写信, 等他考取功名, 就向父皇求取, 我才满眼不舍地回京。 盼着每月的信盼了两年, 他考中了进士。 随后, 我便求父皇下旨赐婚, 我们成亲。 我以为婚后会是像在鹿山书院的日子一样, 琴色和鸣, 恩爱有加, 谁知迎来的却是不断地冷带与少宁的刁难。 外人面前, 他仍旧温柔待我, 挑不出错。 他只是不再叫我知义, 不再为我弹琴, 不再为我焚香欺茶, 不再陪我伴我, 爱我阔我了。 我以为是蓝絮因果, 人心一变。 谁知, 今天听了少宁的哭诉, 我才发现, 一切仿佛都不是我以为的样子。 我不住地哭泣, 为我的自以为是的爱情, 为少景池的欺骗, 但更为少宁。 少宁的哭诉声在我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回响。 我未对他造成如此大的伤害, 而无比愧疚。 父皇得知我闭门不出后, 折子都不批了连忙来安慰劝解我。 他没有硬闯, 而是站在门口。 沙哑的声音透过门窗, 穿过躯壳, 狠狠砸入我的心里。 我单于所谓的情爱, 拒绝了父皇, 想多留我几年在身边的想法, 执意要嫁给他。 他那时该有多难过。 我打开门, 便狠狠扑进父皇的不负年轻时间时, 健壮的怀里哭泣。 哭够了, 我就开始向他诉说我的委屈与愧疚, 说我要与少景池合离, 笔花的手指都要飞出残影。 父皇只是不断念着, 都怪我, 都怪我, 让我们的知义受委屈了, 都怪我。 我在宫中住了三日, 白天父皇把朝政都推给太子哥哥, 自己来陪我。 晚上便让太子妃嫂嫂陪我。 父皇空置后宫, 没有一个妃子, 母亲走后, 他再也容不下旁人。 等我能够开口说话后, 才放心让我回府。 这三日, 我反复思考前因后果。 在少尚书眼皮子底下相爱多年, 他们必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少宁说少景池被带回来, 所以应当他才是寄人篱下的那个。 只是无人知晓他的养子身份。 与少宁相爱后, 他前往鹿山书院求学, 遇到了我。 许是见色起义, 许是别有所图, 他接近我, 让我爱上他。 我离开后, 他同时与我和少宁两人通信。 他在信中曾多次提及, 他担心自己求取不成, 想让我求父皇赐婚。 于是他考中进士后, 我求父皇下旨赐婚, 他也顺理成章, 结束与少宁的关系。 我成了少宁心中, 抢了他夫婿的人, 便对我多次挑衅。 少景池也对他的行为一再容忍, 直到今天露出马脚。 其中还有诸多细节我不知道, 但大体应当差不多。 至于少景池对少宁说的他爱我, 还重要吗? 一句不知真假的话罢了。 即便真的爱我, 那又能如何? 我怎么可能放下隔阂, 忘掉所有委屈? 回复后, 我像他冷戴我一样的态度对他, 拒绝他的靠近。 明日是沈亿安的婚宴, 虽心情不好, 但唯一好友的婚宴, 我是必定要去的。 我想要和离, 父皇答应了。 只是和离总要有个正经名头, 他也要好好查查这里面的事情。 父皇让我参加完沈亿安的婚宴过后, 就出发去江南, 好好散散心, 等我回来时, 他和哥哥会将一切事情 都处理好。 沈亿安的婚宴, 在我由衷的祝福中来到尾声。 邵景池喝得鸣鼎大醉, 被沈雀这人带去厢房休息。 他知道我明天要走, 也可以遇见自己的结局。 沈雀领着我过来时, 邵景池握在榻上, 嘴里念叨着公主, 执意执意, 我错了, 我爱你, 都是他逼我的。 别装了。 他顿了一会, 坐起身来, 沈雀给我搬了椅子, 坐在他对面。 执意,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都是少宁逼我的。 别叫我执意, 叫公主。 公主, 我确实与少宁有过一段, 但我不是真的爱她, 我只是被她胁迫。 如若不从, 她就要公开我养子的身份, 那些人会瞧不起我, 会欺负我的。 但遇到你后,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成婚后是她威胁我的, 我不想被你知道 我的不光彩的过去, 所以才答应的。 公主, 你相信我, 我是爱你的。 我想听听她是如何编排的, 但没想到她竟然想拉着我。 还没碰到我便被沈雀一脚踹回榻上, 半天喘不上起来。 你不爱少宁, 但你也不爱我吧? 你爱的应当只有你自己。 你是爱人, 还是利用人, 想必你自己最清楚。 攀上少宁能让你在少家快速立足攀上, 我能让你在朝堂上立足, 轻而易举名利双收。 她摊在榻上, 像是一团烂透了的泥巴。 瞧不起你的人, 从来都只有你自己。 你就是阴沟里的老鼠, 不敢堂堂正正做事, 只能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来满足你的欲望。 玩弄我们的感情, 让你很有成就感吗? 靠裙带关系, 做到五品观你很得意吗? 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里去了吗? 越说情绪越激动, 我又开始数不出话来, 但若不狠狠骂他一顿, 结我心头之恨, 怕是日后想起来, 我都要扇自己两巴掌。 于是我开始用手笔划, 我要跟你合理, 不, 我要修了你。 他闭上眼, 不看我, 我气得更说不出话了。 这时沈雀突然出声, 翻译着我的手语, 我向他投去赞赏的眼神, 笔划得更凶了。 直到我手抽筋了, 才恋恋不舍地停下动作, 示意沈雀带我出去。 至于少景池, 谁爱管谁管。 沈雀把他扔到了远处的巷子里, 反正天不冷冻不死他。 他念叨着, 公主, 求求你, 别这样惩罚我, 我错了, 别罚我。 恰逢, 有个醉汉经过, 他在今日流水席上, 胡吃海塞了一顿后, 喝了不少的酒。 听到后, 他好奇问道, 那公主性情竟如此乖丽, 如何忍知? 他直指眼睛, 闭上眼, 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我笔划的内容, 仿佛他的锦绣, 未来就不会到头。 我要出发去江南了, 随行了一众宫女侍卫, 负责统领的人, 居然是沈雀。 我幼时曾在江南生活, 对哪里比较熟悉, 其实是费尽争取来的。 一路慢悠悠地游山满水, 行至江南时, 父皇的信也到了。 一大段问候之后, 是我何离的事。 他查出, 邵景池其实是 邵尚书好友的孩子, 好友去世后, 在亲戚家寄养, 备受欺负, 邵尚书知道后, 斟酌之下还是收养了他, 他只有少宁一个女儿, 把他寄作养子, 当作女儿的童养婿, 悉心教导, 日后好给少宁一个依靠。 但邵景池向他 哭诉自己的遭遇, 想被寄作亲子, 不想被瞧不起, 等长大之后, 有了自己的事业, 在公布绅士。 于是, 邵尚书就有了一个 养在庄子的儿子, 也对邵景池和邵宁的事情 乐见其成。 谁知在鹿山书院遇见了我, 他知道我是公主, 他想功成名就, 我是更好的选择。 于是收买了几个杂锅卖铁 去读书的穷学生, 给他们一大笔钱 配合他演戏。 事后即便被书院除名, 也足够他们过得很好了。 至于二哥安排的保护我的人, 他就是二哥安排的人。 这算是坚守自盗吗? 我大受震撼。 哦,对了, 他其实本就会手语, 只是为了接近我, 装作不会罢了。 成婚后冷落我是因为 有了公明后, 心气高了, 觉得我对他死心塌地, 自己前途一片光明, 觉得讨好我十分屈辱。 又想起了少宁的温柔体贴, 所以想两面通吃, 让少宁做他那见不得光的情人。 娶了公主还不够, 居然还要让尚书独女 给你当秘密情人, 少景池是真敢想啊。 这是触敌反弹, 自卑到极度自负了吧。 但少宁怎么也是世家贵女, 显然是不能接受 做秘密情人的。 少宁的挑衅让我不渝, 也让他心惊胆战, 试探无果, 那就只能断了。 为了让他安分些, 就在寺里寻他剖析心计, 说自己对不起他, 说自己移情别恋了, 希望他能体谅自己, 为爱退出, 省得哪天惹怒了我, 影响他的锦绣前程。 但没想到少宁反应如此激烈, 甚至还正巧被我听到了。 这下好了, 一切算计都沦落成空, 什么都不用想了。 有了把柄, 无论是欺君之罪, 还是冒犯公主的罪名, 都足以父皇, 为我下旨修复。 少尚书也被外放了, 他隐瞒了少景池的身世 和与少宁的事, 所以也被迁怒。 可能会觉得有些冤枉, 但帝王以及下一任帝王的怒火, 总要有人来承担。 信中没说如何处置少景池, 但不用说我也知道 他没什么好下场。 把信扔到一边, 我要接着看话本子了。 一次偶然。 我得知少景池给我送的话, 本子都是太子哥哥和少景池 委托审阙买的。 那我现在的话本子自然 也要找审阙了。 毕竟我真的很喜欢怀戏先生, 沈阙总是消失几天, 就能给我带来新的画本子。 我有些好奇怀戏先生到底是谁, 问他好几次都不说, 就想着偷偷跟踪他, 反正他肯定要去找怀戏先生买书的。 沈阙没有走远, 就在我下榻之地附近的一个客栈, 要了一间上房, 而后几天一步都没有踏出房门。 当他再次出门, 手里就拿了一本书, 我有些预感, 在他惊讶地像是见鬼了的眼神里, 抽出了他手里的书, 果然, 署名怀戏先生, 是我没看过的新书, 莫都还没干透呢。 你就是怀戏先生。 被抓了个现行, 剑躲不过去了, 他羞涩点点头。 你一个武将, 写画本子。 我无法想象一个五刀弄枪的小将军, 他在书案上抓耳挠腮地写画本的情景。 为了赚钱吗? 你写得这么好, 没少分成吧。 只给你看过, 我瞪大了眼睛。 那时候, 你刚出世, 只喜欢看画本子, 太子殿下就让我负责给你收集, 但你都不喜欢, 我就想着自己写写试试, 没想到你真的很喜欢。 我眼睛都亮了, 这真是太好了, 以后我可以当面催你写书了。 沈却带我, 我去了很多地方, 起初在江南。 我见到了半毫春水成花, 烟雨岸千家的迷蒙景象。 我见到了小桃灼灼柳的盎然春趣。 我泛舟湖上, 体验一片声歌最理归的自在。 我在杏花春雨里, 撑着伞, 漫步在青石板路上。 后来辗转各地, 我登上了绵延不绝的山, 在山顶肆意大喊。 我见到了湍流不息的大江大河, 感受它的汹涌澎湃。 我也见过一望无际, 与天相连的大海。 在自然的世界里, 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生命的伟大。 那些不好的记忆、思绪都在山水中淡去。 后来的后来, 我和沈雀成婚多年后, 在一次彻夜长谈中, 她才跟我提及, 她很早就喜欢我了。 收集画本子是她主动的, 自己写也是因为喜欢, 不是只为了交差。 她本想慢慢等我长大, 再对我表明心意。 谁知道只是去了一趟鹿山书院, 我就心有所属了。 作为太子哥哥的左膀右臂, 她那时忙得要死, 但还是要一边难过, 一边熬夜, 给我写画本。 太子哥哥不现在是皇帝哥哥了。 带我去看灯会时想找个女娘与我作伴, 她接着火速推荐沈亿安。 里有五花八门, 性格活泼, 热情, 自来熟, 不会让我感到孤单, 知根知底, 没有坏心思等等, 但实际上心里想的是, 如果我与沈亿安交好, 我有了好友的同时, 她也可以离我近一点。 花招节少景池抛下我那一次, 其实是她先发现了进府的戏班子, 再加上她看到了离府的少景池, 稍一思索就都知道了, 于是就装作无意地跟沈亿安提了一下, 沈亿安就颠颠跑来找我了。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 但那都需要我自己去发现了。 故事二, 夜间莫怀清又入了我的房, 直径去熄了那半盏烛火。 她喝了些酒, 抱着我上榻时用了些力, 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的衣裳扒了个干净, 细细密密地稳落了下来。 她声音低哑, 薄汗挥洒在了我的颈边, 姚娘, 你总能让我欲罢不能。 我忍着痛, 半点声音也发不出, 只能不断地乌液。 然后她看了我一眼, 神情莫测, 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用力极了, 床尾落下, 一事一米。 行欢过后, 我已经很累了, 浑身像被碾压过一样的剧痛, 可我还要强撑着疼痛的身子穿好衣服, 跪在她面前谢恩。 她抬起我的下巴, 哑声道, 做好你分类的事就好, 别的, 不要妄想。 我愣了一愣, 我不知她说的是妄想是什么。 第二天她清醒后, 一碗鼻子药便递到了我的面前。 她眉眼淡然, 没有丝毫动容。 三年了, 每日都是如此。 待我喝了药后, 她便去上了巢。 侍女进来为我更衣, 看到我身上清清紫紫的痕迹时, 倒吸了一口凉气。 夫人受苦了。 我闻眼, 看了过去, 果真是个新来的丫头。 毕竟这将军府里的人, 从来不患我夫人。 一生姑娘, 便是他们对我最大的尊敬了。 五间时, 管事来了一趟, 带了许多稀罕的物件, 她嘴里不断地说着吉祥话。 侯爷对姑娘娇宠至极, 迟早会被抬为妾。 我垂下眼, 淡然地在宣纸上写下, 城管事吉言。 她含笑地退下了, 却刚出了房门, 就与身旁的人鞭排我, 一个哑巴, 还真以为自己能上枝头变凤凰, 也不知道在床上是个什么狐媚样才把侯爷迷成这样。 她声音放得很轻, 但是因为我口不能言, 所以听觉也比旁人灵敏些。 人人都以为我迟早会被侯爷迎进府, 所以哪怕看不惯我, 也在阿谀奉承着。 但是这个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莫怀清今日下朝后就把我换了过去。 他当着众人的面纸对我说了一句话, 你收拾收拾, 明日将军府会有人来接你。 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落入了我的耳中, 我入坠冰窖, 下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带了些怜悯, 通房被送了人就代表堕落成了继子。 三年了, 我对莫怀清来说, 还是一件随时可以抛弃的物件罢了。 在无数个寒夜, 他把逼在床榻上, 对我没有半分怜惜时, 我没有心寒。 他命令我一举一行都要安分守己事, 我也没有动摇。 我一直认为, 他带我多少是有些情分的, 如今看来, 都是我在自欺欺人。 冬日的大雪冷得刺骨, 石阶严寒, 冰冷的风裹挟着细雪涌了上来, 冻的人煤烧都结了一层冰霜。 我在府外等了半响, 才迎来了将军府的马车。 驾车的人看向我脖梗上裸露的青红吻痕时, 皱了皱眉, 雪天露滑, 来晚了些, 姑娘多淡怠。 我下意识地伸手挡住了脖梗, 这是莫怀清昨日半夜弄的, 我都睡熟了, 他却突然来了我的房里, 硬生生地把我折腾醒, 眉眼星红地不断在我耳边南里, 姚娘, 你是我的。 他要得很急了, 天亮才放过我。 我其实看不懂莫怀清, 把我送人的是他, 却又做出一副不舍的姿态, 大抵是十日久了, 多少觉得有些可惜罢了。 我到将军府时, 陈灵背上还背着画弓剑篓, 腰间佩剑, 身旁一匹才吕鸣喝的宝马, 似才从城外打猎归来。 我明明是第一次见他, 却无端觉得有些眼熟, 我向他行了一礼, 诗诗然。 他的眼睛眯成了弯弯的线, 把手在华服上反复擦了又擦, 才来扶我, 不必多礼。 夜间侍女为我静了身, 我漠然地待在她上。 陈灵一来, 我便自觉地脱了衣裳。 她却瞬间羞红了脸, 急忙把棉被裹在了我的身上。 姚娘, 你大可不必如此, 我要你来不是为了做这种事。 我不解地看向她, 她看着我这副样子叹了口气, 对不起姚娘, 是我来晚了。 她说着, 把我拥入了怀里, 语气轻柔地安抚着我。 在将军府的日子, 与我想得有些不同。 陈灵事事都喜欢带着我。 她去参加书会要同行, 她去射箭, 也要我看着。 她的铜窗大都会笑她, 陈兄就那么放不下这小娘子。 陈灵不以为意, 她是我的心上人。 我自是要带她看遍这世间好事的, 这有何不妥? 她这话说得坦然, 一时间, 没人感应她。 我不过是一个通房, 还不是完璧之身, 顶多比下人强一些罢了。 她却把我的姿态抬得高级了, 但我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笑闹。 三年的时间, 足够把我的所有情感磨平了, 我不敢赌。 所以, 不管陈灵如何带我, 我从未放在心上过。 我们陈将军, 是这世间鼎鼎好的男儿。 这是梅香被派到我房里时, 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十二岁的小姑娘, 说话毫无顾忌。 她抬眼看我, 琥珀色的眼里一派笑意, 将军如此喜爱姑娘, 想必姑娘也是个鼎鼎好的人。 梅香是自愿到我房里的, 她也是这府里唯一认字的丫头, 这府中的人带我, 也是与侯府不同的。 他们瞧着我的眼中都带着笑, 没有半点嫌弃我是个哑巴的意思。 我曾问过梅香, 你之前可是侯府的人, 你就不怕我对你们将军有二心吗? 梅香看到我写的这些, 只是笑道, 我们将军眼睛尖着呢, 他既然信姑娘, 那姑娘就绝对是可信之人。 更何况姑娘貌美又聪慧, 比那些就知争宠的规格女子好多了。 我能听出他这话说的是真心的, 一时间我竟不知该怎么答, 因为他们尊重陈灵, 所以相应的也会尊重我。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如此多的善意。 我在这府中的一切, 好似都成了陈灵。 我在见莫怀清是在元宵宴上, 宴席当中舍五龙飞, 好不热闹。 云山侍女, 瓶青寿酒, 穷归千字以迎怀, 萧德金头一罪。 这次春日宴是圣上下令操办的, 所以能见到莫怀清我并不惊讶, 只是不知是怎么排的位置, 他就坐在我们的对面。 他今日一身玄色的衣袍, 精密大气地滚边刺绣, 色袖麒麟暗纹的圆领袍, 腰间竖带, 肩背宽阔, 腰身却纤细笔直, 如雪松, 如云竹。 夕阳金光打在那刀枣 腐刻般俊朗的脸上, 半明半会, 欲显得轮廓深邃, 俊美无仇。 他怀里还抱了个面貌艳丽的女娘, 姿态轻易至极, 那就是侯爷心难的小妾。 是了, 听闻是画仿出来的姑娘, 长得确实是美, 侯爷可真是多情, 这才多久就直接纳了她。 你这话说的, 侯府里不是有个三年也没被抬为妾的人吗? 这多情, 也是得分人的。 周围人的议论声, 清晰地入了我的耳。 许多人都等着看我有何反应, 但我还没什么动作呢, 陈灵先发了话, 不会说话就闭嘴, 我的人还轮不到你们来编排。 他这是明晃晃的威胁, 那些原本还等着看热闹的人, 瞬间散了干净。 我抬眼看向陈灵, 他握住了我的手, 在我耳边巧声道, 别怕。 我心头颤了一瞬, 九过三旬, 陈灵被人缠住了。 醉意有些上头, 我便独自去外院吹吹风。 后园的梅花开得正好, 偶有一两只鸟 躲在婆娑瑶拽的花营里, 清浅的夜色之中, 浮动着醇厚浓郁的香。 身后传来了声响, 我回过头。 多日未见, 瑶娘可有想我, 莫怀清不疾不徐地走了出来, 身姿挺拔。 我看见她的一瞬间愣了片刻, 转头就想走, 却被她一把抓住。 怎地, 才多久, 便连自己的夫君也不识了。 她便说, 编不住地摩擦着我的手腕。 我说不了话, 只能不住地挣扎, 她却死死地拉着我。 她用指尖挑起了我的脸, 瑶娘, 你胆子大了不少, 如今也敢反抗我了。 话音刚落, 她便擒住了我的唇, 稳得用力极了, 不断地攻城掠地。 我被稳得拖了力, 虚拖地摊在了她的怀里。 她看到我这副样子笑了出来, 怎地, 陈灵满足不了你。 我气急, 伸手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她, 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趁她愣神地片刻扭头就跑。 她咬了咬牙, 脉步追上我, 一下就把我扑倒在了雪地里。 她掐着我的脖子, 伸手就要把我的衣裳。 瑶娘, 你怕是忘了, 你到底是谁的人, 既然如此, 那我就让你好好回忆回忆。 冬日的大雪冷得刺骨, 积雪厚厚地铺了一层, 冻得人心口都在发颤。 我看着眼前熟悉至极的眉眼, 我恍然就想起了当初和莫怀清的初见。 我是用四两银子把自己卖了的。 人牙子来付钱时, 忍不住地讥笑出声, 江南首富的女儿又如何, 现如今, 还不是得低三下四地恳求我。 我低下头, 一言不发。 夜府被抄时, 我父亲早早便被关入了大牢。 我的兄长日日奔波, 却还是被有心人害死。 我那永远锦衣华服的嫡母, 一条白铃上了吊, 一两银子一口棺材, 最后一口棺材, 是为我自己背的。 但我还不能死, 我得活着, 毕竟活着, 才能报仇。 侯府能来这买人, 是谁都没想到的。 台下有人提了一嘴我身旁人的名字, 他标价最高。 原因无他, 只因那样貌, 长得最为我见有脸。 安国侯府, 有人想买它。 那人说, 我们侯爷想买个通房, 须得是个样样都好的, 才配得上。 我身旁的女子却不愿意, 嘴巴抿得紧紧的, 脸色很难看得紧。 想来也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女。 这个时候, 我站出来了, 我向那个人打着手势表示, 我自愿入侯府。 那个人瞧了一眼, 命人给拿了纸笔来, 我慌忙地写下他瞧着便体柔体弱, 不适合生孩子, 伺候不好你家侯爷的, 买我吧, 我不仅便宜, 还面色红润, 适合生养。 那人笑了, 我身旁的人看见了, 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叶瑶, 你就那么不要脸。 你爹可是江南初来明的大善人, 你身为他的女儿, 竟然如此不知廉耻。 你就那么下贱吗?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看来他认识我, 也是, 在江南, 谁会不认识叶家呢? 但是廉耻是什么? 能吃吗? 那女子被我这副姿态激怒了, 想必他也是想入侯府的, 不过是想端着点。 好让旁人不小瞧了他, 却被我这一番操作搞乱了, 他气急, 直接扑向了我, 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 他力气比我大得多, 我根本挣脱不了, 周围人也没有一个想伸手帮忙的。 但就在这时, 莫怀青出现了, 他一身黑衣, 剑眉入病, 凤眼生微, 形貌潇洒, 头角睁容, 气质轻渠, 风姿俊爽, 销书宣举, 湛然若神。 明明和我差不多的年纪, 身上的杀气却格外甚人。 他一来, 所有事情都得到了解决。 他用马鞭挑起了我的脖梗, 马鞭上的血腥未熏的人发呕。 你倒是生了富豪样貌, 他说, 那时的我还不知那是什么意思, 整个人都在庆幸节后余生。 但是跳动不停的心口, 也表明了我那时的羞涩。 我对莫怀卿是动过情的, 他那样意气风发的人, 是致命的。 所以, 哪怕在侯府的日子格外难熬, 我也没想过放弃, 毕竟只有当上妾, 他才可能出手帮我叶家平渊。 我为了讨他欢心, 曾独自爬上观佛寺。 观佛寺庙住持说, 新城, 才灵。 我在那时街上跪了整整三月, 我新城了, 那祈求平安的玉坠也求来了, 但是终究还是不灵。 我一直都知道他把那平安坠转手, 便赏赐给了下人, 自欺欺人。 但如今, 我想, 够了, 这场无人得知的爱情, 该结束了。 蓝音续果, 不过是无缘罢了。 在看什么? 莫怀清捏着我的脸, 逼迫着我看他。 他也是奇怪。 从前与我欢好时, 总是遮住我的眼睛, 如今却又要我看向他。 可现在他现在还对我恋恋不忘的原因, 我想, 大概如他所说, 床榻上我有些让他生去, 但他那样的人, 也会贪恋雨水之欢吗? 我用手抚上了他的脸, 然后又看向了月亮, 月亮的一圈镶着白色的光圈。 夜幕中, 远处的七鸟长鸣一声, 离开枝头, 呼啦啦地震翅而去。 就在莫怀清把我的衣服脱得就剩礼仪的时候, 陈灵来了。 他满脸杀气地一脚踹翻了莫怀清, 然后脱下外袍, 披在了我的身上。 莫怀清, 我已经把军中车骑将军的位置, 依你所愿安排上你的人了, 你这番, 是想反悔吗? 莫怀清没有深深地看着陈灵, 半想, 他笑了出来, 陈将军哪里的话, 我只是怕这丫头伺候不好你, 所以才想调教他一二。 陈灵皱了皱眉, 语气不善, 无论姚娘如何, 现在都与你无关, 更轮不到你来评判, 侯爷还请自重, 若你日后再欺辱姚娘,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陈灵说完, 直接拦腰把我抱起, 大步走了出去。 我透过陈灵的肩膀看向莫怀清, 他的眸色暗淡地像洒了一层灰, 黑如点漆的深色之中, 满是冰冷。 我被陈灵抱上了马车, 他垂着眼, 我看不清他的神色, 我正打算起身去拿放在一旁的纸笔, 才刚动了一下, 他就瞬间抱紧了我, 我这才发现他的手在颤抖, 他把头埋在了我的脖梗里, 声音嘶哑, 对不起, 姚娘。 他这句对不起, 听得我一愣。 我明明就在你身旁, 却还是害你受了苦, 姚娘, 都是我无能。 他的呼吸轻柔地浮在了我的脖梗边。 我凑上钱, 吻上了他的薄唇, 将军大可放心, 他什么也没来得及做, 我寄入了将军府, 那自然只会念着将军义人气息交缠间, 他动了情, 口齿有些不清地唤我, 姚娘, 雨雾间歇, 乌檐积水一下一下, 油断未断地敲打着窗外而扇肥绿巴胶叶。 那日过后, 陈灵便宣布了要娶我为妻。 数十里的红装, 马车从街头排到街尾, 井然有序, 我被丫鬟领进了礼物, 嘴里不停地说着些吉祥话, 我听着也欢喜。 红纱杖缠绵的梳妆台前, 一方魁形同镜, 趁硬出惹的倒影, 红唇耗齿, 青螺眉带长, 弃了珠花流苏, 三千青丝仅用一只雕工细致的梅簪满起。 戴上千华, 仙妖犹如锦树的倦带, 十指好似鲜嫩的葱间。 今日起, 我便要嫁给陈灵了, 丫鬟退了出去, 只与我一人在屋内。 明明是大婚的日子, 但屋外有些过于寂静了, 我莫名有些心慌, 指啊一声, 大门被轻巧地推开, 来人是莫怀清, 我瞬间便明白了一切, 由于我和陈灵都没有双亲, 陈灵便买了个宅子 作为我出嫁的屋子, 而此处离将军府 也是有几里的路程。 我依稀听见了 屋外兵刃交接的声音, 莫怀清走了进来, 我冷眼看向她, 然后后退了一步, 默默拿起了桌上的剪刀。 她看着我这副警惕的样子, 轻叹了一声, 姚娘, 你总是学不乖。 我实在不理解 她如今这番作态是为何。 她猛地走向前, 一把抓住我, 当着众人的面 把我压在身下, 红着眼威胁我, 姚娘, 你只能是我一人的。 我拿起我手中的剪刀, 反手就插在了她的臂膀上。 燕红的血液 一下就流了出来, 她痛呼一声, 放开了手。 我连忙躲进了角落。 莫怀清有些愣着, 眼神有一点困惑, 又有一点愤怒和懊恼。 姚娘, 你当真把陈灵放在了心上, 就在这时陈灵冲了进来, 一把将长剑刺向了她的腰间。 莫怀清躲闪不及, 被迫受了一击。 陈灵还想再攻, 却被我拦了下来,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冲她摇了摇头。 我深知莫怀清不能死在这, 再怎么说她也是个侯爷, 她若死了, 陈灵也得不了善终。 陈灵咬着牙, 最终还是放下了剑, 给我滚。 莫怀清走了, 但她临走前看, 我的眼神却越发地沉黑隐晦。 自我嫁入了将军府后, 我好似在未受过什么苦。 陈灵近几日喜欢带我去骑马, 教我射箭。 我不会, 她便耐心地教我。 她会告诉我如何上马, 如何掌握平衡, 如何让马急停, 如何用最巧的力道拉开弓。 我不懂, 我不过是个女人, 学这些有什么用处。 她却笑, 总归是有用处的。 边塞处种着大片的梅树, 红艳艳的, 好看极了。 她总是会折下一枝 放在我的鬓边。 我也不懂她这是什么意思, 但她拿来, 我便瘦着。 她站在马下, 仰头看着我, 姚娘, 你洗梅花吗? 我皱了皱眉, 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就点了点头。 她晒笑, 目光向远处一瞥, 洗就好, 那般花最为配你了。 柔然的军马又来饭了, 再过一月, 我就要上战场了。 姚娘, 柔然是大, 这一去, 不知何时才能归。 我回府时, 你可不能拾步的我。 我皱眉看向她, 她看到这副不解的模样, 笑了起来, 那笑意先从心底 透到漆黑的眼眸里, 又如烟雾一般 从眼眸散入眉梢眼角, 再从眉梢眼角迅速运开。 姚娘啊, 姚娘, 你叫我, 如何舍得下你啊? 她总是喜欢说这些 不明所以的话, 我听不明白, 也不想深究。 陈灵凑近了我, 姚娘, 你记起我了吗? 她这话问得唐突, 但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陈灵以前 其实是夜府的下人, 那时的江南难民四乱, 陈灵就是其中之一, 但在乱世, 吃人的不在少数。 我见到她时, 她正被几个男人拦着, 一个手无腹鸡之力的孩子, 是可以饱腹的。 我瞧着她实在可怜, 便问阿兄, 我渴救她吗? 阿兄笑了笑, 你若想, 她便能活。 阿兄向来是急疼我的, 我把陈灵带回了府中, 我是贪玩的性子, 领了个人, 见几日不醒, 便抛之脑后。 直到丫鬟告诉我, 她醒了, 我才想起还有那么个人。 她被收拾得干净了些, 一身月牙白紧袍, 身形轻瘦, 容颜如画, 眸光温柔, 说不出的雍容雅致, 倒是顶好的样貌。 你叫什么, 我叫丫鬟问她。 她低下头应了一声, 沉灵, 你可有去处。 她愣了一下, 随即摇头, 没有。 我笑了起来, 蹦蹦跳跳地来到她面前, 丫鬟瞬间便明白了我的意思, 既如此, 就留下来吧, 将军府会是你的归宿。 她抬眼看向我, 眼中的光芒明明灭灭的, 是我瞧不透的情绪。 后来我阿兄发现她武艺不错, 就把她送去了军营, 我原以为陈灵不会同意了, 毕竟她和我约好了, 要一直在一起。 也不知我阿兄与她说了什么, 三日后她便走了。 直到叶家落败, 我也没见过她, 我只是望着她, 眉眼淡然地点了点头。 她望过来的眼神里, 有着刺骨的欲望, 姚娘, 日后我会护着你的, 我会护家国, 也会护你。 风沙吹过, 她的话轻巧地入了我的耳中, 那时的我原以为她只是在戏耍我, 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明白, 那是大厦的陈晓将军, 许下最刻骨铭心的誓言。 我一直知道, 莫怀清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我几乎是终日待在将军府里, 但是我还是小看了莫怀清, 他直接亲自潜入了将军府, 用迷药把我迷晕, 昏过去之前, 我只来得及听到一句话, 姚娘, 快了, 很快就没有人能再阻拦我们了。 我在睁眼时, 看见了那高高在上的柔然可汗, 我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二月十五, 陈灵率领人马, 包围柔然主城,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城外厮杀声不断, 陈灵亲自坐镇, 但京城的柔然军奋力反击, 意识胶着, 陈灵是一头猛虎, 但同时也是一块猎物。 无数的将士前仆后继地向他袭来, 他的衣襟上冒着些腥味, 他却仍是冷静, 如墨的眼眸扫过众人, 冷笑一声, 甲昼互相碰撞, 发出沉闷的金铁之声。 陈灵, 我要你退兵, 突兀的喊声从城门边传了出来。 我被绑在了柔然可汗身边, 柔然可汗的剑笔直地放在我的脖梗边。 陈灵凝了凝眉, 柔然可汗又喊了一声, 怎地, 你不打算顾你心上人的死活? 可汗倒是好计谋, 但你又凭什么认为, 我会为了他, 弃了这唾手可得的胜利, 柔然可汗冷笑, 好啊, 那你就别管他的死活。 陈灵的脸色一下退霉了, 越发显得那双眼眸漆黑, 深不见底的漆黑。 将死之人, 还敢威胁我, 小可汗怒了, 长剑一下刺进我的腹部。 我们哼一声, 铺天盖地的疼痛涌了上来, 鲜血漆满了那把剑。 你若再不退兵, 下一次, 搁的就是他的脑袋, 两方人马对峙着。 我煞时觉得有些可笑, 我这人人口中卑贱的命, 如今却成了两国博弈的筹码。 我从不觉得, 陈灵会为了我放弃什么, 但他却放下了剑, 一步步走到了柔然可汗的面前。 柔然可汗大笑出声, 迫不及待地举起了长枪, 封了一般地冲向陈灵, 扑斥一声, 陈灵的胸口被彻底贯穿了。 我愣在了原地, 煞时间, 陈灵拿出了袖中藏好的匕首, 一刀封了柔然可汗的喉, 他们二人同时倒了下去, 人群又开始涌动了起来。 我看着陈灵把手伸向了我, 他伸得很长, 像是要抓住他唯一的救赎, 但我们之间隔着万千人海。 他衣上染血, 面容苍白, 胸口剧烈地起伏。 我看见他的眼里的悲伤, 苦涩而浓烈, 那是一种放不下的不甘。 我几乎听得见他的灵魂在乌液。 慢慢地, 他笑了起来, 几次开口, 都只能吐出源源不断的鲜血。 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了起来, 仿佛有果核般的东西堵在了喉口。 我分不清那是什么。 冬日的午后, 阳光正足, 明亮的阳光晃在雪地上, 刺得人眼睛发疼。 那一日, 柔然军队连退三十里。 大厦的陈小将军再也没归过家。 我再次醒来时, 是在莫怀卿的府邸。 莫怀卿走了进来, 我此时神智都有些不清醒。 他看了眼床边的匕首, 冷笑了一声。 怎地, 如今是想寻死了。 我有些呆愣愣的, 直到他伸手碰我, 我才猛然反应过来。 他又开口唤我, 姚娘。 我抬眼瞧他, 所有情绪在心头激荡, 又强行压抑住。 我反手就拿起了匕首, 刺向他, 他反应极快, 一瞬间就抓住了我的手。 他浮上了我的脸, 笑了起来, 姚娘, 陈灵已经死了, 我为了这一天, 可是做足了准备, 日后, 谁也无法阻拦我们了。 我这才发现, 我从未看透过他。 从前的我觉得, 他若爱我, 当初为何会抛下我? 他若不爱我, 为何又要对我百般纠缠? 但如今我明白了, 他说爱我不过是借口, 他对我充其量, 只是占有欲在作祟。 他利用我得到了 陈灵军中的位置后, 怕是觉得不甘, 便又谋害了陈灵。 莫怀清这种人, 怎么会懂得爱? 他爱得从始至终, 只有他自己。 他逐渐逼近了我, 我后退不及, 一把被他抓住。 姚娘, 如今, 只有我能护你了。 他说着, 一下擒住了我的唇。 我看向他, 他眸中柔意清泛, 却也带着无限的深寒和直友。 你恨我也没关系, 反正我和你会纠缠致死的。 月上之头, 莫怀清走了。 我眉眼深深地看着窗外的月亮, 我有时候会做梦。 我梦见了陈灵哭喊着求我救他, 姚娘, 好痛, 真的, 好痛。 我也梦见那些将士怒骂我, 为何不替他们报仇。 我的身子越来越差, 我不吃饭, 也不吃药, 丫鬟端着药来, 我拼尽了力气, 打翻了他手中的药碗。 莫怀清可能是真的怕我死, 他把梅香给我找了过来, 梅香看见我的一瞬间, 就哭了出来。 姑娘, 我总算见到你了, 自将军死后, 整个将军府都乱了, 我好不容易带着将军记的家书逃了出来。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一封信, 我跌跌撞撞地下了床, 接过那封信, 无期亲启, 今日是冬至, 我不知你在府中过得如何, 大抵应当是好的。 我嘱咐了梅香那丫头陪你去逛逛, 寒夜估计, 姚娘应当多去走走。 姚娘, 我去年征战回来, 才知晓, 夜府被人抄了家, 江南的知府贪得无厌, 竟然把手伸向了百姓, 我花了三月收集证据, 这次出征前, 特意去了趟江南, 亲自斩首了她。 对不起姚娘, 夜府的仇持了那么晚才报。 姚娘, 我总是怕你活得开心些的, 不必太客于己, 那些苦难, 我一人承受便好。 姚娘, 院里的梅花开得可还好, 其实我是想问, 你可有想我。 毫无防备的, 只觉心头一抽, 分明没有任何攻击, 但那抽搐的地方, 却一直有隐痛传来, 随着一声声心跳, 撞击着我的胸口, 刺痛我的胸口的每一个角落。 心口猛地缩紧, 翻涌着的腥味, 从喉口涌了上来。 胸口里跳动的心脏, 宛如被人狠狠扯出来, 踩碎了一样疼痛。 是了, 陈灵就是这样的人, 他总是在默默无闻地 为我抚平一切。 我此刻才真正地明了, 那个心口不知名的地方, 早就住进了一个人, 他是这时间, 鼎鼎好的男儿。 我低下了头, 再也克制不住, 大哭出声。 我看着窗外的月亮, 在宣纸上写下, 梅香, 你唱首曲子给我听吧。 他愣了愣, 却还是唱了起来,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招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香流醉,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冬, 他的声音真好听啊, 像是的雾, 又像是荷叶上滚动的青鹿, 更像是一阵风, 吹过了高高的宫墙, 吹过了鞦韆架, 吹过了碧蓝殿, 吹过了洁白的云, 那碧蓝殿上有小鸟, 它一直飞, 一直飞, 往将军府的方向飞了过去。 莫怀清, 是这世上最沉重的枷锁, 我已经背负不起了。 既然背负不起, 那就做个了结吧。 我这几日的甲义凤城, 也该到头了。 我这日特意起了个大早, 黄色绣着凤凰的碧霞罗, 位移拖地粉红烟纱裙, 手挽起罗翠软纱, 风际雾病斜插一朵牡丹花, 带眉开胶横远秀, 绿病醇浓染春烟的味道。 这是我与他初见的装扮, 我涂抹口之时, 忍不住地干呕, 眉相见了, 说要去换郎中。 我笑着止住了他, 把他安抚好后, 我就对着镜, 一遍又一遍地涂抹。 没过多久, 莫怀清就来了。 他一进屋, 就瞧见了桌上的药羹, 皱了皱眉。 看见我这副打扮, 亚然了一瞬, 我笑着走向他, 把早就写好的字拿给他看。 这是我亲手做的, 侯爷可尝尝, 你怎地还会坐这? 我坦然写下, 下了药, 想把你毒死。 他垂下了眼, 好啊, 那就一起死吧。 他说完, 抓住我的脸, 强迫我喝了半碗, 然后拿起了碗, 一口一口吃了起来。 他吃完, 转身就想走, 我却一把拉住了他, 吻了上去, 他愣了一瞬, 随即反客为主, 炽热又用力地与我交缠。 但就在这时, 莫怀之突然推开了我, 他口中不断地涌出鲜血。 他一把抓住我, 忧伸深邃地 眼眸疏得一寸寸染红了。 你一身下毒, 我笑着看向他, 再也压抑不住, 硬生生咳出了一口血来, 煞时便染红了他的衣襟。 食骨之毒, 早已无解。 他突然慌乱了起来, 无数神色在他眸间涌动变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表情, 茫然, 无措, 支离破碎。 明明从未完整过, 为何会支离破碎? 我失了力气, 一下倒在了他的肩头。 触碰到他的一瞬, 我才发现他在颤抖。 他像在看我, 也像在看信仰的神, 虔诚又迷茫地询问, 似乎只要得到答案, 他就愿意皈依。 他问, 姚娘, 你可恨我。 我摇了摇头, 我早就没把他放在心上了。 何来恨意说, 我笑得明媚, 眼睛看着他, 却又像透过他在看另一个人。 他神色空了一瞬, 仿佛有什么东西碎裂开去, 无声无息。 宛如置身冻结的湖, 我凿开一个小口, 便听见蔓延开的歌之脆响。 那是经年累月承受踩踏的冰面, 再也支撑不住的破碎。 腹部的疼痛蔓延了开来, 我垂下眼。 我好似听到城门哑哑打开的声音。 一切温度与知觉渐渐离我而去, 黑暗渐渐笼罩。 我似乎看到了那仙衣怒马的少年郎, 他正侧马朝我奔来, 声音轻缓。 姚娘, 我只盼与你招募不依常相思, 白手不离常相守。 你呢? 你可怨。 姚娘, 怨的呀。 我带着些微笑意, 咽下最后一口气。 天上的月亮散去, 日光地照着大地, 似乎又有人在唱着那首曲,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招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香流醉, 几十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冬, 梅香番外。 我第一次见到叶瑶, 是只觉得是个貌美的女子。 坊间关于叶瑶的传言有许多, 什么天生的狐媚子, 想要上位的野鸡。 但是将军从来不在意那些, 叶瑶入府的那一日, 他便把全府上下, 全都敲打了一遍。 没有人敢怠慢他。 叶瑶与我想的也不同, 他谦虚有礼, 从不苛责任何人。 将军府从前只是个摆设, 但自他来了以后, 一切都开始变了。 将军再次打了圣仗, 归来那日。 叶瑶在睡觉, 他便把我换了出来。 我近几日新寻到快上好的楠木, 给他雕了个木簪, 等他醒了, 你悄悄放在他的梳妆柜中便好, 我愣住, 我从未想过, 将军也会这般不求回报。 后来我壮着胆子问他, 他笑道, 他呀, 是我放在心头十余年的人, 我自是舍不得他吃半点苦, 彼时叶瑶正在佛庙上香。 一举一动, 规规矩矩。 天生他看向他的眼里, 带着数不尽的柔情。 我恍然明白了他果真, 是极喜他的。 那次他出征前, 对我叮嘱了许多话语。 梅香, 姚娘姓善, 我不在, 怕被奸人所利。 他续到了许多话语, 大抵都是要我顾好他。 夜色尚浅, 四周万籁俱静, 只闻得风吹落枯枝素素的清响。 我忍不住地问道, 将军到底是如何看待姑娘的, 他看了过来, 额上有一层薄汗, 有黑的眸子亮的惊人。 在我看来, 是我高攀了他, 他声音轻缓, 带着些眷恋。 我又是见他, 他跟个玉菩萨似的, 清清冷冷。 好似随时都能成佛一般。 但天生是那玉菩萨, 救了我, 我的一生, 从遇到他开始, 才有了色彩。 他松口架我那日, 是冬至, 万般大雪, 唯有他眼下潜质是一点珠红。 我的一生很短, 短到可以铭记的日子没有多少, 但他的一句话便让我觉得, 此生无憾。 梅香, 你问我如何看他? 我见他, 正如清凉池能满切诸可罚者, 如寒者得火, 如罗者得衣, 如商人得主, 如子得母, 如渡得传, 如病得衣, 如暗的灯, 如贫得宝。 浮生幻影一场, 蜡月梅香, 带到两瓶染霜, 有他, 此时无双, 银夜只得一星灯火, 应在陈小将军眼眸深处, 轻轻一晃, 如镜水微蓝。 后来, 后来夜瑶死的那日, 亦是满天飞雪。 夜瑶出病时, 是我亲自封的关, 他那一头青丝, 仅用一根木簪盘着, 木簪上的梅花, 栩栩如生。 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的凄冷。 我总是会忍不住回想起他们大婚那日, 陈将军踏雪而来, 眉眼都带着笑, 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一生之爱, 向远处走去。 试试一场真大梦, 索情都薄似秋光, 又是一年元宵, 我依靠在姑苏河边。 沉默地看着灯火漫天, 夜姑娘, 春天, 快要到了呢。 远处的梅花被吹落了下来, 不消片刻便融入了雪中, 了无痕迹。 一度相逢一度丝, 最多情处最情吃。 重叠避险运, 天骄苍求之。